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十多万的镯子 九十多万的项链 一个人独占了整个球员大堂 瞬间拥有了北京的小中心 望京的一块地 我的人生也是用一些 瞬间拼凑起来的 每一个物品的话 我瞬间地拥有 我也是永恒的 我在北京不花钱 优雅度过二十一天 好像有点小 这个圈口好小 我戴了一个就是六十多万的镯子 九十多万的项链 还有一些其他的镯子 或者是其他玉器 我都看了 我说不用了 这个是不在我预算案内 让他们还是继续坚持推荐给我 很友好 因为他们很敬业 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内疚 因为我也不会购买 一个保安 应该跟我差不多到 不是特别高 稍微有点没碰 他就过来帮我拍照 帮我拿水 就一直问我姐姐你可不可 要不要喝咖啡 要不要喝茶 就犯案夫妇的帮我拿了几套 加了我微信 就问我姐姐你到家了吗 姐姐你今天买了什么 我没有悔 我怕她失望嘛 她知道我也是装的 她应该会伤心 我叫赛亚奇 今年23岁 去年刚从中央美学院毕业 刚才那一幕来自我的毕业创作 行为艺术瞬间所有制 即21天在北京不花钱 并且像明月一样优雅 我的毕业创作受到了一个广泛关注 甚至让我成为了热搜地 的话题女主 回复不过来了 突然之间就是可能回一条 出现几百条 微信朋友就告诉我 就是你上热搜了 我本来以为是不花钱和北京 但是我没有想到 大家会因为假扮明月 对 假明月这件事情 他那么关心 点赞最多的 就说她一定是家境富裕 真明月扮假明月扮真明月 金女大生 超好人生 我的一个小伙伴 迪欧评论说 炸奇都穷得掉当了 因为我省钱的手段还比较多 我也是一个很善于网购 我连拼多多账号都有两个 然后我也很会 淘一些 温提值的一些东西 关注便利店的免费饭团 你家的免费的饮料 就开始想消除掉自己的一个恐惧 就是对于北京未来的一个 生活压力的一个恐惧 如果我找不到工作的话 或者是我养不起我自己的话 能不能就是 有一些免费的物资 也许很多吃瓜网友们 对我这个假明月的身份十分好奇 不劳大家身疤了 现在我去给大家自忘一下 我是1998年出生在湖南的一个三线小城市 从小学习美术 高二代的年我来北京易考 虽然年龄不大 但是也算是资深北漂了 考前班吃了我们画室 外面就是比较荒凉的宋庄 左边是一片玉米地 然后大家指着那个破坏辣的村 说那是画家村 里面都是艺术家 其实还蛮坏灭的 当艺术家的话 就很难养活自己 父母也会告诉我 就是如果你要当艺术家的话 我们肯定不会供你的 大一的是很消沉 就觉得自己选错了专业 有的同学非常的富裕 甚至会给自己开 什么小基金会什么的 他们可能觉得就是 没有关系啊 我想做什么创作 家里都会支持啊 或者是觉得 威尼斯双剑展页 我要去看 他要去哪里游学 然后还有的同学 他们要在校门口的一家湖南粉店 在里面刷盘子 每天刷12个小时的盘子 就觉得还是差距 还是过程蛮大的 当时我就是在宿舍很自闭 就每天都在看动画片 不敢去上学 我的父母是做生意的 但还远远没有达到 给我成立艺术基金的份上 所以我不算富二代 更和名媛不沾边 只是没有穷到要去摔盘子 大学期间 我兼职做模特 还上了几个广告封面 当然也只是出现在 网游弹窗和电梯里的那种 我大二的时候 就搬到外面去住了 一个很老的小区 地上还长蘑菇 还蛮小的一个小房间 是小主卧 当时房租是2900 好像还 听起来还可以 但是当时 作为一个 还要兼顾学业的学生 离食堂远一点的话 然后也要自己做饭 或者点外卖 就加起来 这个开销就大了 在国贸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卫生间非常的大 卫生间前面的一块 毫无作用的空地也非常大 然后每一个隔间都是完整的一个门 从天花板到地板 然后有非常高级的一个马桶和它的那个自动马桶的一个设备 我就觉得如果是我可以选的话 我会选择住在国贸的卫生间 我当时觉得北镇房我买不起 我觉得我肯定买不起 那我觉得那是谁在买呢 那那些大别墅是谁在买啊 我当时就觉得 就会去想起这些问题 我也感受到就是在 就是 对未来的一个迷茫 比起很多人 我的处境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但艺术这碗饭并不好吃 真正要靠它虎口 远比我想象中困难很多 大学时在我拍的一部伪纪录片里 我向便利店设了一副扑克牌 在上面画画卖个路人 完成了三天的生存挑战 但后来我又发现了一个不用那么麻烦的生存方法 这种方式的 18年的时候 当时我爸是50岁 然后妈妈就委托我去 帮大家看一下表 因为当时正好是那个平安夜嘛 他们就会请一些男模 就是可能是一些活动嘛 那些男模就会拿一些小点心 拿巧克力 奶茶 就是给我们这个顾客 这杯服务的特别好 对 就当时觉得就是 一分钱没有花的时候我喝饱了 后来我就想到这个过程物资了 拍摆会还准备一些点心 酒店的一个早餐 或者是酒店的浴室 它可能是远远超过需求的人数的 便利店的一些办团 快过期了会被丢掉 然后假设我把它们都捡回来 然后它对于我来说是就是 就是可以利用的 可以蹭到的 我能靠薅这些过程物资 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吗 这个奇怪的念头 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 直到大学四年近代年 即将走入社会 真正面对生存问题的我 决定利用毕业创作的机会实验一把 这个实验的前提是 我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富人 免费而且优雅 这两个要并存 当乞丐不行 这得光鲜亮丽吧 我关注了几个名媛 观察他们的日常的一个打扮 四种运动服 穿的最多的是那个 齐尔顿 我觉得其实名媛会穿这个 然后爱马仕嘛 就是在小红书和抖音上面学来的 然后那个庄 其实有参考那个三星公主嘛 Vivian的项链 就是那个假的 18块的假钻戒嘛 打自己装门成名媛后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在网上搜集免费 衣食住行的各类信息 向朋友们请教 好友样貌的经验 我还曾经混入了 深圳日捷工三合大神的群里 学习生存技巧 制定了一份详细的时间和路线计划 2021年5月1日 我开启了所谓的21天白票经历 你扶桌有个酒吧 然后你改进去的话 可以过来看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 就在这边 我们今天还有活动 就是给你免费喝鸡尾酒 免费的 给你一张鸡尾酒的券 你们这是免费的 那我还要消费吗 我进去之后 不用了 明天有曼展是吗 对啊 明天我们去参加曼展 真的假的 我们曼展是3号结束 但是我们睡的地方不太好 没有关系 第一天我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酒吧 正好他们在为曼展做活动 我和老板相订 穿上女服装在这里待三天 为他们撑场面 不禁解决了吃住问题 老板为我购买了一张190元的机票 并报销往返机场的费用 现在四层 这是国际出发和国内出发层 三天以后 我到达了北京大兴机场 在安检外的母婴室洗了个澡 没错 我已经三天没有洗澡了 实在是太不像明媛了 晚上我在一家连锁餐厅 过夜之后 用特价机票进入了安检 拿着从朋友那里附影的 头等舱登机提醒牌 顺利溜进了贵宾休息室 这些是早餐自助 然后这个就是全天无限供应的 有这些小零食和油面 开饭啦 在这里早中午分别会有 三次不同的自助餐开放 每一次我都尽量把自己吃撑 但是以防万一 离开这里 我需要一个打包袋 留些储备粮 直接包含了 部分接受闹 既然是我的偷像 它楼下是一个Gucci店 我就找Gucci要了个袋子 要了个袋子 就显得好像消费了一样 我说我东西散了一地 但是他楼上恰好没有袋子 我说我是楼上收集室的一个顾客 对 能不能给我个袋子 我以后会来得及的话 不赶飞机的话 我会来消费的 他那个袋子往楼上有卖的 卖20块 我其实可以拿那个袋子来 打包一些东西 楼下的城市人 大家都是在等待 就是通过这个地方 然后去别的地方 大家都匆匆忙忙的 所以不会有人在 去关心一个一直在这边 所谓在等待的你 每天遇到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工作人员应该是见过我好几次 他们不在乎 在贵宾市待了四天 中间有一次出去 我甚至还被另一间 投轮舱设历室的工作人员 主动领了进去 太热烦了 我现在是早上 9点14 要被动了现在 沙发也太硬了 硬死了 硬死风 好的 又回家了 就这样 我结束了在机场的名媛生活 回到学校所在地 忘金 下一关 我将在学校附近的家居店 和几个24小时火锅店白嫖 我每次都是在假装等朋友 然后等朋友的话 就会拿点小料给我吃 有时候会拿点汤 或者拿汤圆给我吃 也是他们小料台的一些食物 更多的是拿一些西红柿和一些锅吧 我不仅吃掉它们的西红柿和锅吧 我会偷偷拿几包放到自己的包里 德文就有做美甲的地方 睡得很舒服 然后他可能睡着睡着 他就叫我进去睡了 他说你在里面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这边打扫完了 你可以在这边也没有别的顾客 等你朋友来了 你们再开火 我就知道 我的妈呀 这太暖心了 晚上我在24小时营业的火锅店休息 白天我转站 家具店的样板街 但这些地方并不能发挥我名媛的优势 想要优雅的白票还得去高档酒店 只要装得像 免费吃喝不重样 还能在康乐中心洗个热水走 张蓉 我当时签名字我签的是刘备 我当时随便写811之类的 常见的一个房间号 当时也没有被拆穿 那是我第二次的时候 可能飘到写的圆满凌的时候 就被拆穿了 我只能说我没有续上房 那时候我等一下要去约会 因为有很多人现在这里补一个妆 我很快就会出去了 他说好的那你要快一点 然后洗了一个有史以来最舒服的澡 因为我很久没有洗澡了 有很多小粽子拿了很多欧乌包 我还拿那个欧乌包去喂了那个黄澄庚街道的猫 那好可爱 然后当时那个老板就是看完洗澡猫就说送我一只猫 所以我还白漂了一只猫 按计划我要离开望京到市中心的一个拍卖会 毕竟那里更加符合我的身份 但是我该怎么到达距离20公里的市中心呢 当时其实我甚至想骗别人送我去拍卖会 那个酒店 当时我就在某左华右华软件上面注册了一个号码 但是大家都不太相信 会有人就是直接提出来就是见面 然后要别人送我去酒店 大家都觉得我在先人跳 卸载了 果断卸载 交通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排卖会的日期临近 我只能步行了 虽然20公里有点远 但毕竟穿着光鲜亮临和的金字妆容去炸街 也是美女的日常生活嘛 我会不会是你终于做的 所以我现在就不得了 也就不得了 我看你很想做的 那些人呢 但是我去做的 我现在就没有做的 如果我去做这个 我去做这个 我去做什么 我去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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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门口就是看到了一双 非常漂亮的紫色的 很精致的鞋 它实戴着我看起来像 九十年代港风的那种 很漂亮 应该是财神吧 财神拖到鞋去上班了 往上加了 最后一侧 花了两天时间 我终于到达了北京王附近 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拍卖会现场 戴着假项链 假戒指 背着假的名牌包 我又大摇大摆地 混入了一个珠宝拍卖会的预展现场 几经奢化的酒店大堂里 我身边穿梭着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一着光鲜亮丽 举止优雅 表情从容且自信 偶有面熟的 应该是常在电视上出现的明星 藏家或者大老板吧 别人看到我是很优雅的 我自己知道 就是很冷 很困 很累 很脏 我的裤腿里面有一块黄油 因为我裤子弄破了一个洞 把黄油掉下去了 那其实很邋遢 但是别人看不出来 我十分确定自己没有穿帮 因为在现场 我还被一名西装隔离的保安搭讪了 而且还不断有服务员请我试戴珠宝 我试戴了六十多万的手镯 九百多万的项链 还有很多名贵的珠宝首饰 也许我一辈子都买不起这些东西 但是戴上的那一刻 我算不算在一瞬间拥有过它呢 580那天我在酒店大堂 然后我是一个人独占了整个酒店大堂 酒店大堂非常大 我只有一亩地 它有很多玫瑰花 当时就是580嘛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好像是我的 我自己占领了 因为不会有人来拿 我这样是瞬间拥有了 就是这一块 北京的一个小中心 望京的一块地这种感觉 我的人生也是用一些 瞬间拼凑起来的嘛 每一个物品的话 我瞬间的拥有 我也是永恒的嘛 挑战的最后一天 我从一家酒店大堂醒来 回到学校之后 我上了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十几天后 我在中二美学院毕业展中 展出了周二十一天 白嫖之旅的物证 盛制品店要来的袋子 酒店拿的餐包 火锅店的小零食 台卖会上的图册和一录的照片 我给我的毕业作品 取名为瞬间所有证 因为这些都是我曾 瞬间用过的体验 当时我想了很久要怎么展 会有沙发 会有一些小点心 就像那个 我白嫖了这么多一样 我要回馈给大家 让大家来我展厅 也能休息好 也能吃好喝好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 愿望的一个清单 你在上面写一些愿望 我会帮你实现 然后就帮一个人去找钱 把我找到了 有人说我想领养一只小狗 我就帮他联系了一个 狗狗领养的一个地方 就找了 找了别人要的 那个狗狗领养的一个微信号 还有人说就是你去 就是全然睡一期星巴克 你能不能就拿几瓶 拿酒瓶可乐送一家工作人员 我也送了 还有人就说就是 我要从哪里找到我的大象 还有小朋友画了一个迷宫 让我去走 就是说我也想考虑上门学院 我要XXX久久不分离 我只能祝福你们吧 是我 我帮不了你们 之后我把自己21天中拍的视频 剪辑发布在了网上 没想到激起了各种 超过我想好的讨论 有人骂我不知廉耻 说我利用善意 消费胜和信任 也有人夸我胆子到有想法 还有人说我是因为 我的漂亮和自信才能顺利通关 更有人说我讽刺了社会资源 向富人紧接的现象 所有的反馈都让整个实验 变得更加丰富和引人思考 每个等等我都想看 然后我觉得它们也是 作品的一部分 就是良好的形象 会让大家更加信任我吧 我觉得可能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在 充满自信 看起来不错的人 大家会更加信任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作品它的成功 不能就是映射到就是 我们去更加信赖于穿着光鲜的人 这个问题是否正确的上面 我觉得还做不到去映射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行为艺术的创作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一些自己的解决吧 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只是能证明我可以就是勉强的 在21天比较优雅的 免费的去生存 我来北京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挺自由的 当然也有残酷的地方嘛 就是我担心就是自己找不到工作什么的 就这是因为包容 所以就是我怎么样别人都不会太太在意 就是你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 打扮成自己想打扮的样子吧 然后有一些就是奇怪的事情也是被迷失的 引发观众之后 我的作品在各地被展出 我也被一家艺术机构向众 成为了一个画廊的千元艺术家 实现了大学时的梦想 有机构养我做艺术了 一个小小的实验 在短短的21天 或许无法承载宏大的社会命题 但是对我而言 我把自己作为媒介 去亲身感受 体验世界真实的模样 才是最弥足珍贵的经历 出发前我也设想过种种遭遇 也担心过会遇到危险 但是现在想来 整个过程中 或许只有我才是坏人 当时会觉得会给别人闯家 会遇到奇怪的人 但是没有遇到 大家都非常有礼貌 我才是粗鲁的人 因为我偷吃东西 然后还撒谎 实在是蛮坏的 肯定这个世界的善意 非常感动 那么多人都帮助了 我是个陌生人 感谢大家